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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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喔 人的习惯喔 如果駕駛座上沒有人就是啪啪的 對啊 對啊 那你有從事自駕的研究這麼久 到底自駕跟人的駕駛安全 到底有哪些地方會 會真的是不一樣的競技能 是是是是是 那這邊很快講一下 因為我做自駕那麼久 我當然是堅信說 自駕會比人開的安全 那我先講為什麼嘛 比如說人只有兩個眼睛嘛 對 可是我們的自駕車 我們可以裝八個眼睛 然後 然後一大堆 一大堆感測器嘛 所以我們可以 360度全部都看得到 對 所以它會看得比人準 看得比人遠 對 所以說 從安全性上來講 比如說我們開車的時候 用手調角度或用腳踩 對 都沒有電腦踩得準 對 那當然為什麼現在 大家會覺得好像安全性 不是很確定 其實 我常常講一個故事嘛 大家也許不太知道說 電梯這件事情 一開始是有人在操作的 因為一個新的科技嘛 要把你從一樓拉到十樓 一開始大家也都會怕 然後整個系統也很複雜 但是慢慢慢慢開發到後來 沒有人會去擔心說 我需要有一個人去幫我操作電梯嘛 那 一般車子出來取代馬車 飛機慢慢普及 這個東西都是有一個過渡期 那我相信就是說 從技術上來講 自駕車是比較安全的 那從 人的感受來講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 但是大家會慢慢慢慢 越來越接受自駕車的存在 也可以 F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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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G